我跟那個男生下了樓下的房間 就叫做比較私人的地方 那一刻我才讀 原來這個世界是有這樣的派對 歡迎收看港男港女 嗨 有沒有參加過網上約的聚會 網上約的船P 去釣魚 去什麼公園 真的有試過 打排球 網上約打排球的嗎? 是呀是呀 這麼過癮的嗎? 是怎樣的? 那些什麼什麼排球關注組這樣嗎? 類似的類似的 其實有很多人都喜歡打排球 但未必是能力或者時間是組隊 志同道合可能就沒有那麼多 我們就有些叫分遊戲 那就是什麼呢? 可能有些搞手 他就預訂到一些場 大家就可能12至15或者18個人就可以報名 每個人就配合時租 或者看你打多少個小時 兩個小時又有 三個小時又有 四個小時又有 那你就自己報 通常就會告訴你 是初級新手還是中級 大家視乎自己的能力就去報名 我們今次事主Rachel 有一個船P 我不知道是不是船P關注組還是什麼 總之又約了一隻船P 也有的 因為一條船可能有幾十人 二至三十人 沒有那麼貴 有些大船可以有50個 有時存不夠 你都會拉一些朋友 那些朋友或者叫做 好像那些什麼關注組就會找結婚 是呀 那今次Rachel 傻傻傻 以為真的是船P就船P 那上去P 當然上到去 不是那回事 咦? 我們找一下Rachel出來現身說法 Rachel 是 那一陣子我就 在某個社交平台那裏 就看到一個船P 那大家 我覺得大家年輕人可以一起出去玩 當然要付錢 那每個人就選自己那份 那我就傻傻傻的去了 那初頭都好地地的 那我也認識了其中一個男生 那我就覺得他挺英俊的 那我就覺得 啊我中頭獎啊 天啊 為什麼可以讓我遇到一個這麼英俊的 那好像我們 也有一點點曖昧感 那我問一下 那大家竟然你知道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竟然開始是脫衣 那我以為大家可能會輸一下腹肌 那樣的東西 那我又覺得 都不是大問題 那我就問問那個男生 原來他才說 你不知道這個群組 我通常都是玩什麼群交的嗎 去到海中心就沒有人來的 甚至有些人是 連自己在吃什麼煙 他真的都不知道 那我就真的不是很 當眾這樣搞 那我跟那個男生 下了一個樓下的房子 就叫做比較私人的地方 那一刻我才知道 原來這個世界是有這樣的派對 我得罪說一句 你當日也是有搞的 只不過你不是當眾而已 那你下樓下的房子 就跟這個男生搞的 所以其實 你某程度上 你也是預算上船 就會有這個行為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沒有遇過的 沒有遇過的 其實船屁在我們的腦海裡 真的玩黑招船 吃東西 可能喝啤酒 游泳 只是這麼多而已 每個人穿上泳衣 泳褲都很正常 沒有想過是這樣的 但是當然你過一刻 你看到那個男生這麼正 還有可能 氛圍也有影響 大家都是在這個方向 那我也不會說很介意 那上面那群師兄師姐 就真的是 一群來的 他們 是啊 其實他們那些 他們來是預知了 會有這種情況 他們才會來 那是不是你在網上的社交平台 即是寫漏了給你 還是你自己看漏眼 人家可能有些暗示 即是會不會寫了一些英文字 或者是有些short term 你看漏了你不懂得看 以為你 人家真的純粹來游泳 不是的 我們一群來的 我們 這個我就真的不是很知道 因為我就很天真地 覺得轉P 那就是游泳河 Party 只是這麼多 我八卦 我不是八卦你和那個英俊 超級英俊 我當你們完事後出來 你就會看到其他的參加者 都在歡愉 其實我沒有刻意走出去 在樓下搞的 原來我們都一直留在那個房間那裏 即是差不多到下船 你們才出來 因為被他聽起來 他都未必夠膽走上去 你以為我是其中一員 這樣就可以說來變來 當時其實有 掌船那一刻你大概看到有多少人呢 都有 即是十多人左右 十多人也不算很多 不過如果十多人一起跟我脫衣 他們都挺壯觀的 我可不可以八卦問一下 即是報名的形式的時候 是怎樣報的呢 即是純粹說 我報名留位 然後就付錢 有沒有檢測過那些樣子 他有沒有要求 我是個搞手 有人上來 那個人 男女的比例又不平均 年紀又差很遠 有些參差 我也會被人投送的 你明白嗎 他搞得這些活動 他都要賺好給的 雖然他 就不知道了 很瘋狂 如果我上船 之前我知道 當然不覺得瘋狂了 我都本了一個二 但我想到船後才知道 那怎麼辦 我很害怕 即是我不想 那些人會不會勉強捉我 我不是的 會不會從此他們認到我的樣子 就覺得我是的 我又在想會不會是 其實他們 好像你的那些排球那樣 玩開那些人 不小心有兩個傻豬豬 或者是新手 就加入來 不知道我們玩開規矩 原來我們打A級 因為你新手 一會兒一脫鍋就死你 只是吃鍋餅而已 可能他又參加錯了 這個派對 我亂說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這個機會 因為他似乎 我聽他剛才形容 大家很有共識 去到差不多 是時候脫衣服了 脫了 似乎都有點默契 可能他只是入錯群組 我又覺得不是所有船P都是這樣 可能是剛好我遇到這個船P 還有可能他們已經知道要做些什麼了 你跟那個超級帥哥 開心了那個下午 你們時候有沒有交換聯絡 再約出來見 你關注這個下午多些 其實我已經不是很敢再去聯絡他們了 因為我都不是那些人 就算他真的那麼英俊 難道我們真的有機會一起的時候 他又繼續船P嗎 他又這樣 然後又叫我一起船P嗎 Oh my God No 所以試過就算了 好啦好啦 那天都被我走掉了 都算是不幸中的大行啦 我真心覺得你很幸運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那些是什麼人 他們都尚算規矩禮貌 就這樣玩安全一點 如果遇著一些 即是很瘋狂的那些 有些人都挺野蠻的嘛 或者是暴力 野蠻不趕到你 你上來就這樣啦 你不是現在才來辦事嗎 那些呢 你不知道 好啦 好啦 多謝你的故事 但你都開心了一個下午 給你安全地 不需要參加上面的派對 安全地就認識了一個超級英俊 雖然沒有夏文而已 但是也曾經擁有嘛 好啦 好啦 可以嚇壞一點 我們小心一點 好啦 都多謝你跟我們分享 很分享 因為都很難得的 多謝你 我也學到東西 多謝你 拜拜 我剛才那一刻都 嘩 眼睛都睹了 嘩 嘩 那個畫面太清楚了 突然間他們脫衣服 男生脫衣服 我不驚訝 當然不止脫衣服 可能男生脫衣服 或者女士也脫衣服 什麼事 這件事很壯觀 多謝他的分享 大家對船P 是不是有更多認識 在下面留言 繼續衝擊一下 阿米的認知 阿米你真的見識少了 很久的了 我已經是這樣的 我小小過兒去過了 好啦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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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ke me tv share 出去啦 我們亦都有一個會員專區 大家想加入會員專區 在我們影片下方的文字介紹 就會看到我們的連結 按下去就可以支持我們 加入了會員 除了可以看我們全版的主版本影片之外 亦都可以加入我們TG Group和我們幾百個會員一起聯絡 一起聊天 一起玩一下 亦都可以看到我們接下來會製作處境戲劇 看看笑片部份的影片只會在會員專區播放 對呀 還有還未訂閱我的頻道的 當然快點訂閱啦 按鈴鐺 在身邊就會馬上通知你了 那我們下週再見啦 Bye Bye Bye